由花蓮县政府主办 2020太平洋碑仿生机器人创作竞赛活动 19号是集结了包括 花蓮县 宜兰县 台东县 三县市 各路精通机构应用 以及机电整合的好手 相约在花蓮同场竞技 分为各组共同为荣耀而竞技 有些学生画图 也有些学生带几户目镜切割木片 他们都是学生 正在参加由花蓮县政府主办的 2020太平洋碑仿生机器人创作竞赛 集结了花蓮县 宜兰县以及台东县 邀请各路精通机构应用 以及机电整合的好手 相约花蓮同场竞技 做中学做方式 在进行我们的科技教育 所以你们从你们的动手做 有感受之后 你们知道是在给你一点点 不要太多一点点理论 让你不断去尝试去探索去发现 这是我们十二年国教素养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究能力 分处控接力赛国中国小组 绕圈赛国小组 翻滚赛国中高中职组 吸管机器人竞赛 国小国中高中职组 各县市将筹组众多队伍来参赛 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产业资源 华林县就有主办这一次的竞赛 交请宜兰台东两线共襄胜举 我们做出两支港政策 然后两支去接力 看人见到终点只有一个 希望这一次东部三个县市竞赛联盟 跑转影域 引领风潮 能集结更多县市将科技教育资源融入生活应用 共享无碍并与科技未来时代接轨 记者高双双 光复香采访报道